各位媒体朋友 资安属林春莹副署长 是位政府司王成明司长 以及资安院何全德院长 大家好 我是唐凤 很荣幸能够用资安院董事长的身份 透过预录的方式跟大家见面 资安院今年1月1号成立 2月10日揭牌 到了今天刚好成立满一季 资安院在自通安全防护 在资安人才的赔利 资安关键技术的发展 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是我们国家数位转型 强化数位韧性 不可或缺的专业技术团队 今天这么多媒体朋友出席 首先我想要非常感谢 大家对我们资安院的关心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想要知道资安院 在提升数位韧性上 扮演怎样的角色 从事怎么样的工作 今天我们就请同人来开箱 向大家说明资安院的工作内容 此外资安院也将会协办 今年5月的台湾资安大会 在现场Cyber Talent展区 跟大家见面 分享专门开设给产业 跟政府资安人才的 培训课程资讯 进行有关资安人才的专题演讲 来培养更多投入资安领域的朋友 我们也会透过各种互动奖励的活动 邀请全民一起来提升资安意识 欢迎大家届时一同利临来指教 希望借由今天的活动 让我们有更多机会 跟各位媒体朋友进行深入的交流 也让全民有更多机会 认识我们资安院 专责资安的行政法院 请不吝点资安的行政法院